为减轻民众地价税负担 对于今年9月22日前已符合自用住宅用地条件 但未及向税捐机构提出申请者 放宽于11月30日前补办申请手续 并追溯至105年期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 课征地价税 请把握最后申请期限 南投县政府税务局表示 105年地价税开征贾纳期间至11月1日开征 其中105年适用自用住宅用地 税率可可地价税的申请期限 以原固定至105年10月22日截止 而为了减轻民众负担 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件 但未向税券机关提出申请者 放宽于11月30日前补办申请手续 取纳税医务人把握最后申请期限 税务局表示 对云月9月22日申请核准 即106年适用自用住宅用地 税率课证地价税干净 会自动挑路办理更正 105年地价税影响纳税 税务局会自动办理退税 我们今年105年地价税在11月则开情 本来我们地价税里有一个优惠 就是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它是规定要在9月 本来规定要在9月22日前前提出申请 因为政府为了我们要减轻民众的负担 今年你如果符合在9月22日那天有符合 没有出租没有营业 地面上有房子有 保证也在那里 你就可以来申请自用住宅 这个期间是研究11月30日 我记得在11月30日前来提出申请 因为这个税率差很多 你本来如果是1千块 可能你如果签准就存200块 这个我们呼吁大家要记得 很快来提出申请 如果民众105年的税段 你如果说已经高了 还是说在秋帝 你如果来申请我们会给你竞争 如果已经高了 我们就自动给你办退税 时间可能较慢一时也不太久 请大家放心 税务局表示 民众可持地价税缴款书至银行 农会 信用合作社等 代收税款金融机共缴纳 或利用自动贵云机转将缴税 农税额在2万元以下 可置同一 全家 莱尔富 莱雷等便利商店缴税 另外也可利用晶片金融卡 信用卡通过网绩网络或电话语音 转账缴纳 秀务局也表示 地价税开征缴纳期间 至10月1号起至10月30号至 请民众按时缴纳税款 内容任何地价税问题 换利用免费服务存线 0800-49-6969 向该局 南投总局 或浦里 祖山分局 洽巡 215-6969-6969-106-745-11猫 双分局 一根 一根